不習慧 美發最後通牒 專家吸中共內心恐懼 美國國務卿安東尼 布林肯訪華第三天 分別見了中共黨魁習近平和外長王毅 官媒報中沒有五大共識 但專家分析 這點共識微不足道 美國發出了最後通牒 中共則空前低調 凸顯其深層恐懼 布林肯此行在劃紅線 週五26日 布林肯在北京與習近平會晤 中共官喉新華社說 雙方達成五點共識 包括努力穩定並發展中美關係 保持高層及各級交往 歡迎對方國家留學生 就國際地區熱點問題保持協商 雙方特使加強溝通等 台灣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陳炳奎教授 26日向大紀元分析五點共識中的第三點 可以看出布林肯此前是有進展的 這是美國一直想要跟中共談的事情 至少他們中方願意談了 之前他們是不願意談的 中國問題專家王赫也對大紀元分析 雙方有一些成果 但中共總結的五點共識 對中美關係全局來說非常微弱 微不足道 他們只是表現出這麼一個姿態 中美之間要繼續保持溝通緩和 讓別的國家不要太擔心 實際上 布林肯這次訪華的主要目的 不是來跟中共談緩和 不是來跟中共談共識 而是來與中共談底線 王赫說 布林肯周五在結束訪華之際 在美國駐華大使館舉行的記者會上說 中國是俄羅斯武器的供應國 俄羅斯正利用這些武器入侵烏克蘭 摧毀民用設施 殺害無辜的父儒 沒有中國的支持 俄羅斯將難以維持對烏克蘭的進攻 布林肯還說 他在與北京官員舉行的會談中明確表示 如果北京不改變做法 美國及其盟友做好了採取行動的準備 我們已經對100多個中國實體實施了制裁和出口管制等 王赫認為 布林肯說得很清楚 你幫助俄羅斯重建軍事工業 要這個戰爭長期拖下去 那我們就不客氣了 這個底線已經劃出來了 而且美國不是虛張聲勢 美結盟歐洲在發警告 中共低調 布林肯訪華之前 《華爾街日報》週二引述知情人士透露 美國正起草制裁措施 將切斷部分中國銀行與全球金融體系的聯繫 希望阻止中共對俄羅斯軍事生產的商業支持 王赫認為 這不是威脅 這是美國確確實實地採取這個步驟 當然美國人說話很有策略 讓《華爾街日報》先放風 然後美國外交官員說 我們避免出現這種情況 用外交方式解決 但是如果你不改弦更張 那麼我們採取措施 是毫無疑問的 布林肯來訪華之前 到意大利參加了G7會議 已經就中共原武武器問題發話 西方已經取得共識 並發出警告 週四 北約秘書長顏思 斯托爾滕貝格表示 如果北京想與西方保持良好關係 就必須停止支持俄羅斯在烏克蘭的戰爭 並以異常嚴厲的措辭警告 不能兩者兼得 在見習近平之前 布林肯還見了中共外長王毅 會談了約六個小時 王赫認為 雙方進行了實質性的討論 但中美之間目前的外交態勢 美國佔有主動 中共很被動 所以中共這次是前所未有的低聲下氣 何謂不需此行 專家 雙方無退讓空間 中共官媒還報導 習近平會見布林肯時 談到中美雙方有不少需要解決的問題 並表示 國務卿的來訪是他跟拜登通話時定下來的 所以希望你不需此行 陳秉奎對大紀元說 中方很想要在這一場會談裡取得一些成果 習引用與拜登的電話會談 也就是說 他希望這個會談是真的談一些實際東西 不要說個話 真的會有一些成果 所謂不需此行 台灣國防大學政戰學院前院長余宗基少將對大紀元分析 意味著 如果美國要有所收穫 就必須在台灣原則上退讓 在布林肯訪華前 中共外交部北美大洋洲司負責人4月22日在媒體吹風會上宣布 美方不能碰幾條紅線 台灣問題是第一條不可逾越的紅線 王毅此次與布林肯見面說 停止武裝台灣 支持中國和平統一 俞宗基表示 台灣原則上是什麼 中方一直要求 美國終止對台灣的軍售 不能提供相關軍援 承認所謂的一中原則 美國必須要退讓 承認中國對台灣擁有主權 這樣才有談判的具體成果 所以這次布林肯前往中國大陸 大家都認為 以目前的關鍵核心議題 事實上 雙方都沒有退讓的空間 俞宗基認為 此次中美對話本來定調就是 布林肯訪華只是外交上的行李如宜 各自宣導自己的立場 他表示 就中共來講 台灣的利益是高於他對俄羅斯的利益 但是中共也想利用現在國際上多時之秋 希望美國如果願意交換 願意在台灣問題上面有所退讓 其實雙方還是可以達到某種程度的交換 這可能就是布林肯可以得到的一些具體成果 但是 俞宗基說 問題剛剛講了 雙方都沒有在這些核心利益上有退讓的空間 所以習近平這樣的呼籲 其實某種程度來講是把責任推給美國 布林肯訪華中共繼續話語騙述 布林肯訪華前兩天 中共通過外交高官罕見退出中方想要達到的五個目的 陳炳奎教授認為這是中共的一種手法 這也象征了他們要談的事情一定很難談 北京已經遇見談不出什麼結果 甚至有可能會不花而散 所以 先堅定自己的立場 不習會後 中美雙方報導不一致 中共官喉新華社報導第一篇推出不習會的所謂簡訊 從頭至尾都是習近平的言論 沒有布林肯一點內容 後面再推出的不習會的報導 布林肯內容也只有一小段話 包括美方不尋求新冷戰 不尋求改變中國體制 不尋求遏制中國發展 不尋求通過同盟關係反對中國 無意同中國發生衝突 美方堅持一個中國政策 希望同中方保持溝通等 但在美方公布的布林肯記者會 並沒有提到以上的四不一沒有 王赫認為 中共所謂的美國官方對華的四不一沒有 確實每一句都有來源 但是這些話是拜登和布林肯或美國高級官員在各個不同的場合 分別說出來的 而且在不同的話語環境 中共最喜歡玩的套路就是語言遊戲 把這些話從各個場合裡把它揪出來 作為拜登政府對華的一個承諾 然後把這個栽葬在美國頭上 王赫認為 其實這跟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的原意 根本是背道而馳 白宮從來沒承認過 這是中共自己設計的一個圈套 它是對國內老百姓進行大內宣 同時也在國際上故意製造迷霧 美中關係未來專家 新冷戰格局 中共最恐懼 布林肯訪華三天行程已結束 王赫分析中美關係的未來 目前這個走勢 表面上保持一個緩和狀態 雙方不停地對話 但實質上 雙方在戰略上的競爭對抗是更加激烈 拜登政府一開始就把中共界定為是唯一有能力 有意願 來改變這個全球秩序 全球規則的這麼一個政權 這已經是美中關係的基調 除非中共政權顛覆 中國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 余宗基認為 現在新冷戰的國際局勢對北京非常不利 因為事實上 在新冷戰結構下 中共是被包圍的 被孤立的 這就是當初對蘇聯的圍堵政策 就是極權跟民主之間的對抗 對抗的結果 當然是各自歸隊 也就是說 會讓所有的民主國家 更團結來對抗極權國家 或是現在更流行的新邪惡軸心 五個國家 中共為首 俄羅斯 伊朗 朝鮮 還有巴基斯坦 中共當然非常擔心 因為新冷戰 事實上全方位的包圍中共 布林肯拜訪中國之前 先去G7峰會 其實就是一個新冷戰結構下 所有的民主國家 紛紛都會歸隊 你看第一島鏈韓國轉向了 日本不用講 菲律賓不是這樣嗎 這就是北京內心最深層的恐懼 余宗基進一步解釋 整個國際上的所謂新冷戰 對中國全方位包圍 這是美國所形塑的戰略環境 也就是新冷戰結構去約束中共的發展 將是非常有效的 這也是中共內心最恐懼的 有百草之王美育的人參 被視為長生不老的上等補品 在韓國出產的高麗參 還有活化機體作用的多種有效成分 可增強免疫力 是疾病無法入侵 被稱為萬靈補品 高麗參 分野參與栽培兩種 由於加工方法的不同 入藥用的人參 又有參曬參 白參 紅參等不同的成品規格 玄寶黑參口服液以100%韓國優質6年高麗參為原料 根據朝鮮王朝醫學寶典 東一寶劍 記載的九爭九鋪方法 純手工製作而成 高麗人參含有34種人參皂帶成分 遠高於西洋參和三七參 另外 人參皂帶RA、RF、RG3、RH2為高麗人參獨有的成分 經九爭九鋪製作後的黑參造火興致進去 一年四季及任何體制人均可服用 解決了人們長期關注的持高麗參上火的問題 提高了有利於人體吸收的多種有效成分的含量 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參皂帶RG3的含量比紅參高八倍 人體對玄寶黑參中的人參皂帶的吸收率高達80%以上 是紅參的6倍多 是白參的16倍 點擊視頻下方的鏈接 輸入優惠碼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費郵寄 這期新聞就為您播報到這裡 謝謝收聽 下次再見